他们正经历着病痛的折磨 如果做假胎可以说大概做过四到五十次 每天就是这样阴阴的疼 疼不止腰了 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名医 比它正常的肝还要大出一倍来 确实是一个晚期 做手机切除是可以的 我觉得 健康之路给您最贴心的帮助 敬请关注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 大家好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健康之路 周末版的专家会诊时间 每个周末我们都会请到权威的专家 和患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为他们解决实际的问题 今天我也为大家请来了几位权威专家 我们来认识一下 董嘉宏教授 解放军总医院肝胆外科主任 全军肝胆外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叶惠毅教授 解放军总医院放射科主任委员 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患者呢 他们在干部呢都有一些问题 所以在现场我们要听听专家 给他们权威的会诊意见 首先有请出第一位患者 张先生45岁 5年前做了肝癌切除手术 今年复查发现 肝脏上又出现两个种物 来这里呢 是希望各位专家 给一个比较良好的一种 基因的一种治疗方法 当时怎么发现呢 这个怎么说呢 这还在从那个什么时候说起 从06年 06年 06年到现在下来已经是五年转了 那时候就已经发现了一个这个东西 然后是在301做了切涂手术 切涂了真好好的五年了 好了这时候呢 今年的9月30号 就是2011年的9月30号 然后又复查 又查出这个 现在已经有了两个这个小东西在这上面 复查时又发现问题了 我们听听专家 对这位李先生 还有什么想进一步了解的问题 进入到专家的问诊时间 你从06年发现了那个病变 当时是多大 当时是5.5 5.5公分 对 做了 做了 酸塞和手术是吧 是的 刚开始是做了那个酸塞 完了 又做了切涂 完了 然后再好又做了酸塞 三次 就是同时在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完了 那这一次下来5年 就这样过来了 都挺好 那5年你定期的做超生啊 做核磁或者CT检查吗 刚开始是那个三个月 后来又是5个月 5个月又一年了 这次晚一点 一年多一点 一年多才做检查 对 结果就发现这个问题 你这个手势以后 又没有做抗病毒的治疗 几乎没做什么 就是 就是 平时因为 我就是45岁 上有老 下有小 弄完了 感觉体质还行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就这样 你原来每次复查的话 除了这个 做超生啊 或者是做其他的影像 血的化验 你平常做吗 那怎么做这个 如果是 就是说到这方面 我做假胎是最敏感的 因为曾经老 有个医生给我说过 他说您 经常对一下假胎 所以这五年来 我做假胎 可以说 大概做过四到五十次吧 假胎 过一个多月 我就去检查一下 每次都是非常正常的 包括这一次 包括这一次 也是非常正常的 不知道怎么这么正常 他烦恼也有这些东西 所以是因为正常了 你也就觉得 应该没有什么事 就没退做超生 是的 直接看一下 他的影像资料 这一次CT检查 是什么时候 这个是 就这个月的 9月份30号 9月份左右 应该能够反映 你现在的情况 非常清楚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血管 血管非常白 说明它增强是非常高的 这个时候我们能看到 这个结节 在肝右页的前上段 靠近肝表面 大概如果从肉眼上测 大概十几个毫 十二三个毫米 这么大 很小 很小 这个大概比这个 稍微大一点 也是在肝右页的后下段 它同样是比较白 说明什么 它的血供 血液供应比较丰富 说明这个病灶 是比较恶性的 而且患者有明确的 肝癌切除的病实 现在能够看到 有两个明确的新的子灶 尽管甲胎不高 但是从影像来说 这也是典型的 新长出来的新的癌症 同时我们还能发现 抚摸后没有异常 增大的淋巴结 这是好的 没有肝门 门墙间隙 抚摸后这些不好的迹象 也就是说 患者尽管经过治疗以后 已经存活超过五年以上了 但是现在又出现新的问题了 好的 谢谢叶教授给我们的分析 张先生 您是不是也做了 那个超声噪影的检查 做了 看一下超声的影像检查结果 就像刚才叶教授看的 那个CT似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右前 也靠近肝表面一个病灶 就非常清楚 像个鸡蛋似的 圆形的这个病灶 应该说 它的很微细的一些边界特征 也是看得非常的清楚 因此在治疗的过程中 我们就需要 外科医生切除 需要扩大更大的范围 那么做一些微创治疗 也要有更大的范围 把这些伸出来的胳膊腿 都要把它消灭掉 是符合一个典型的 肝脏的恶性肿瘤 我们具体的说 是符合肝细胞肝癌的 一个典型的 一个造影的特征 四位还需要看 其他的检查报告吗 它的血液肝功 有关的检查 它的血常规的检查 红细胞 白细胞 血小板都正常的 正常 肝功能的检查结果 也是正常的 也正常的 乙肝病毒很活跃 有乙肝病毒 这个呢 肿瘤标志物 甲胎蛋白是581 5.81 5.81 这是正常的 它是一种 甲胎蛋白不升高的 这种钙 甲胎蛋白阴性的是钙 好 接下来的时间 留给我们现场的 四位权威专家 进入到专家的 汇诊时间 七十后五年 应该效果是不错的 对 现在发现两个病灶 两个病灶都不大 一个是不到两个部分 一个是2.4 位置呢 一个是靠上 一个是靠下 一个是前上 一个是后下 这个位置 主要是要靠临床看看 适合做什么 我觉得诊断明确 因为这个病人 是一个小病灶 治疗有很多种方法 从放疗角度来讲 这种治疗是比较适合的 我想这个病人 可能在消融治疗上 是可以考虑的 刚才我们说的 这种都可以 手术切除 消融 这个精准的放疗 还有干移植 这四种方法都可以 我注意到 它肝脏功能 还是不错的 刚才我看 前面看了它 它的发现单 所以做手术切除 是可以的 能够把病灶 彻底切掉 它肝功能也能耐受 但是手术的创伤 比较大 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些方法 都提供给病人以后 可以由他最后 我们专家会诊的意见 可以如实地 跟他谈一谈 由他最后来写 来肯定是积极配合 医生的各种 集体治疗 认为他们 怎样治怎样好 就是听从他们的安排 他们的意思 通过刚才的讨论 专家提供了一些治疗方案 我们还是要有请 解放经总医院 介入超声科的梁平教授 给出最后的会诊意见 首先从诊断上 那么还是比较明确的 就是因为你五年前 做肝切除 现在新发的一个肿瘤 就是还是考虑肝癌的复发 但是这种复发 跟你上次切除的病灶 不是一个部位 而且也不是和那个肿瘤 直接相关的 是在这个土壤上 就是你肝病的土壤上 又长出来的两个新的病灶 你比较幸运的 就是发现的比较早 因为病灶一个不到两公分 一个两公分多一点 所以比较幸运 应该说因为病灶比较小 过去发现了这种病 还得做手术 那么今天经过专家的会诊 大家认为 在这种情况下 现在根治性的治疗 不光是手术了 还有更微创的手段 能够达到和手术一样的效果 但是不用开刀了 我今天正好也拿了一个示意图 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根针 这是我们超生探头 在这看着这个肿瘤非常清楚 这个时候我们经过皮肤 穿刺这根针进去 穿刺这根针 到了肿瘤里 靠热的作用 把这个肿瘤来彻底地毁损 就是把它烧死了 说白了 靠高温的作用把它烧死 像这样的问题 以后是不是还会复发 对 因为肿瘤的复发是一个 特别是肝癌 是一个高腐发的肿瘤 那么这个时候 治疗完了以后 定期的影像学检查非常重要 其实刚才 我为什么问你病史的时候 我特意问 你是不是经常去做血的化验 但是比较忽视影像学的检查 是的 是吧 你血每个月都做 你认为假胎是最敏感的 实际上现在假胎 在肝癌的阳性率低 可能到20%到30% 也就是说只有20%到30%的病人 可能在发生肝癌的时候 才能看出这个假胎的增高 作为一个指标 但是影像学应该说 超生的检查 现在CET和核磁共振的检查 是一个更加敏感的 检出你肝脏 有没有再发病灶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像学的手段 每三个月查一次超生 超生检查 然后每半年做一次增强的CT 或者是核磁的检查 当然每一次 如果超生发现有新的问题的时候 应该立即再用另一个影像学 再证实一下 实际上现在肿瘤 主要是早期发现 早期的治疗 育后都很好的 我想你自己也有这体会 你这个五年前发现的瘤子并不大 手术做的还是非常成功 五年以后才发现的病 新的病灶 所以一定要有细心 他给我这个东西 他说我不用做手术 能达到那一样的效果 因为发现的早期 能达到那一样的效果 能把这个彻底消灭 所以我感觉到把病疫好了 那就肯定是舒服不前 他也给了这么多 如果仅仅是今天在这里 有这么多专家在这里 他们的意见都是寸一 所以感觉到非常满意 接下来我们请出下一位患者 他们正经历着病痛的折磨 我做假胎可以说 大概做过四到五十次 每天就是这样阴影的疼 他们真是皮腰了 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名医 牛比它正常的肝还要打出一倍来 确实是一个晚期 做手术切除了可以的 我觉得它进入去了 可以考虑 健康之路给您最贴心的帮助 静 接下来我们请出下一位患者 育女士28岁 2009年发现肝脏良性病变 今年又上腹呕发疼痛 来到现场我就想知道 就是说我这个到底是什么 然后我是不是一定得做手术 然后因为我现在要孩子 然后我不做手术 谁忙 你怎么不好 你今天是来看病的吗 对 因为我是09年发现的吧 就是肝脏上有 当时做了CT CT增强 但是就是只能确定是良性的 但是没有确定是腺瘤还是增生 然后呢 原来因为没有反应嘛 然后今年从三月份开始吧 就是这个右上腹部开始 就会隐隐地疼 疼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不是说疼得受不了 就是它每天就是这样隐隐地疼 然后很难受 就是疼一段时间 那好一段时间 疼一段时间好一段时间 然后就是心理压力比较大 就是怕是不是那个 那个肿块变化呀 然后就是会引起 癌病呀 或怎么样的 然后而且另一方面 我们现在准备要孩子嘛 然后我也担心这个会对我们有影响 咱们来看看专家还有什么 想进一步了解的问题 好 接下来进入到专家的问诊时间 那你09年发现的到现在 你觉得这个疼是比原来厉害了呢 还是跟原来差不多 比如说持续的时间上和疼痛的程度上 你觉得有什么变化吗 原来没有感觉 是从今年三月份开始才 三月底吧应该才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右上腹部疼 就是在那个疼痛就是说 可以冷受 就是持续这样一阵子疼 然后就是比如说半个月这样疼痛 然后过半个月它又消失 就这样子 跟吃饭有关系吗你觉得 我觉得没有特别明显的关系 因为我也注意了一下 我觉得可能吃饭 吃完饭以后半个小时以后 可能还会稍微沉重加剧一点 但是没有特别的变化 然后可能最近有一点 有一点恶心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你查过实验室的检查吗 包括乙肝 饼干 你去查过吗 乙肝 就那个乙肝五项是吧 查过 没有问题 都没有 那么体重有变化吗 体重好像没有太明显的变化 没有明确的减低 现在我想问一下 刚才你也说了你是80后的 这个设计在想要孩子 你有没有服过这个避孕药的 这样的病史 就一两次 之前不想要孩子 很少 不是长期的用 对 好的 那你这个疼痛 与你这个月经周期有关系吗 这个 没有太明显注意 觉得好像可能 你要这种问题 可能月经前后可能疼痛 减少一些 没有那么疼 可能是 基本上都是 那个月经以后 一段时间他开始疼 你前后做过几次 这个影像学检查 B超啊 CT这些 CT是增强 就是去年年初做的 然后B超呢 因为当时医生都是判断是良性的嘛 虽然没有确定是什么 他让我就是间接性的 就是三月半年做一次 所以我都有坚持 基本上我都是三个月 一开始三个月做一次 后来是半年做一次 然后今年上半年 我在三月份四月份 各做了一次 然后B超显示都 大小都没有变化 就是从刘景09年到现在 变化都不明显 是吗 对啊 B超上那个医生是说 大小没有特别的变化 那我们请出解放军总医院 介入超声科的余医医生 配合我们给小姨做一个超声检查 那我们现在从这个屏幕上接的 就是我们在B超期 实时的 实时的一个结果 那看出什么问题 有变化吗 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我们曾经说过 这是正常的肝组织 这些都是肝脏 里面这些黑洞洞的 是一些血管 是一些血管 那么在这块 大家看 这个亮线 像个弧形的这样一个亮线 是我们在超声上显示的隔肌的位置 那么紧贴着隔肌 我们可以看到 病灶在这个部位 它长的这个病灶 就这个黑区 对了 发黑的这个区域 发黑这个区域 那么我们请余大夫呢 那个把它停了 把这个图像静止了以后 来测量一下 它有多大 它这个mark标记 就是测量大小 对 3.3 最大的横径 在这儿显示 3.3 乘2.9 那这涨了吗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它原来也是三公分左右 没有太大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一下血流的情况 因为恶性肿瘤 特别是肝癌 都是负血共的 就是血流特别的丰富 别的地方没亮 它这儿先亮起来了 就可以看到这个彩色的颜色 就堆积在这个地方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 肝内的一些血管都显影了 血管这些颜色 都是显示的血管的颜色形 但是这里 血共不是太丰富的 也就是说 这个黑的地方 并没有镶嵌着蓝色和红色 证明里面是没有血流信号 这个一般的 我们分析起来 就是说倾向于 是一个良性的病变 磁工的检查做过吗 磁工的没有 我们先看看它的影像资料 这是个CT的检查结果 你有轻度的脂肪肝的表现 然后这个部分我们看到 肝内幼页的后上段有一个病变 这个病变的密度 看起来跟肝脏差不多 从CT扫描来看 没有肝内化的背景 血共非常的丰富 而且有斑痕 这符合一个良性病变 就是说的 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叫菊躁节节性增生 如果用英语来说 叫FNH 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表现 那么这是一种良性的 肿瘤样的病变 它不是一种真性肿瘤 它不是真的肿瘤 不是真的肿瘤 是叫肿瘤样的病变 另外 你从09年到现在 已经整整两年多了 两年多的时间 病造没有变化 这从另一个角度 也证实 FNH的可能性 要比腺瘤的可能性 要大得多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腺瘤 它是一种潜在恶性的肿瘤 它可以容易激发出血 坏死狼变 但是这个病造 目前没有坏死狼变 所以说 综合起来判断 这是一个 比较典型的 菊躁节性增生 几位专家 还需不需要看 他其他的 化验的报告 化验结果吧 看一下 看一下实验室的化验结果 从系统当中调一下 血肠规是正常的 血肠规正常 肝功能的检查指标 也都是正常的 凝血功能是正常的 肿瘤标志物和乙肝病毒 都是正常的 好 接下来的时间 留给我们现场的 四位权威专家 进入到专家的 汇诊时间 两年多的时间 病变的大小 几乎没有变化 而且影像特征非常明确 密度几乎是等密度 有轻度的 到中度的脂肪肝的背景 血供非常的丰富 动脉和脉胃血供 加上斑痕 没有明确的甲包膜 这些真相都提示 这是一个良性命面 符合一个典型的 菊躁节性增生 F-N区的表现 我完全同意叶教授的意见 因为F-N区它本身是一个良性的疾病 它不会挨变 对病人的肝功能 对他的身体健康应该没有任何影响 所以这个并被我们外科的观点 也不需要任何的治疗 因为目前也只有三个公分 它就是再长这十个月里 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而且它那个部位也还可以 因为它贴着隔 也不是很靠前缘的表面 所以它的部位也相对比较安全 我倒建议你什么 建议病人什么 能到负车 如果想怀孕的话 到负车 在自治医生上 钻车看 对这种东西和怀孕期间 到底涨还是不涨 以前这样的病人我们碰到不少 因为FN区大多数患者都是年轻女性 我们最小的患者从不到十岁 八岁九岁就可以出现 最高年龄可以超过九十岁 都可以出现 增长的速度 绝大多数都是非常缓慢的 偶尔有个别长得比较快的 但即使长得快 也问题不大 所以说从我们的经验来看 即使患者他怀孕一年两年以后 再来处理这个问题都来得及 当然我希望他们能够给我 不管是良性恶性 只要是给我一个明确的案 那我就觉得我心里比较踏实了 我们有请解放进总医院 肝胆外科的董嘉宏教授 给出会这意见 首先这个诊断现在是明确的 是一个局造性结结性真身 肝胀的局造性结结性真身 我们英文叫FNH 这个病现在它比较常见 特别是女孩子 年轻的女孩子比较多见 它是一个良性的级别 良性它不会癌变的 那这个因为比较常见 那我就想问一下 是什么原因就是会导致这样 会产生吗 女同志有一个关系 就和她可能体内的内分泌 是有关系的 和你体内的这个女性的奇数 这个水平有关系 你比如此奇数它可以促进这个 节节真身的这种长大 你刚才提到你要怀孕 是吧 怀孕的这个我们的给出的建议呢 是可以怀孕 大家怀孕期间呢 这个因为你此奇数水平会升高 可能会促进这个FNH的生长 但是这样也无妨也不怕 它长大一点点对你的健康 也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但以防后患干脆把它弄掉行吗 弄掉当然要付出代价了 弄掉你是 现在弄掉的方法其实不太困难 你这个地方做消融 做切除都可以的 但是我们觉得现在没有必要 以后也如果它不变化 不长大的话 也没有必要去做是吗 没有必要 因为它本身这个长得也很缓慢 而且你这个目前 你看你观察了几年 它也没有任何变化 几幅没有变化 刚才梁教授给你做的笔抄 和这个半年前相比 差不多 你的肝功能指标都是正常的 所以它对你的 目前的健康状态 没有任何影响 你刚才提到的症状 就是这个腹部不舒服 这个症状我们认为 和这个FNH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脂肪肝会引起你这个症状 因为脂肪肝的肝脏肿大 刺激这个肝脏的包膜 这会引起不舒服的病情 所以说你对脂肪肝 应该进一步的给一些重视 那这个我以后怎么样去注意 就脂肪肝难时解决呢 建议你先控制饮食 把体重降一下 就是吃清淡一点是吗 清淡一点 这个运动 运动 另外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这个办公室 这个按头的工作太多了 运动少了 这也是脂肪肝的一个原因 长得大也不需要弄吗 不需要处理 只要它没有症状 我们说 因为它是个良性疾病 治疗它的这个理由 就是它对它产生了症状 这种症状影响到生活质量 影响工作 影响健康 那才有手术处理的必要 后来经过专家的会诊 他们就觉得 我这个应该是FNH 就不是腺瘤 因为就是说 专家说腺瘤 还是有可能癌变 但是不是腺瘤 是HN 那就根本就不用管它了 那我就觉得 我终于轻松了 我觉得这是我 这大半年来最大的轻松 我现在就是 最想的就是 给我老公打电话 我终于不用担心了 可以安安心心地要孩子了 接下来请出下一位患者 他们正经历着病痛的折磨 如果我做假 他可以说大概做过四到五十次吧 他每天就是这样阴影的疼 他们真是提药了 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名医 牛比他正常的肝还要大出一倍来 确实是一个晚期 做手术切除了是可以的 我现在进入去了 可以考虑 健康之路给您最贴心的帮助 静 朱先生35岁 因胃不舒服 去医院检查 发现肝脏肿瘤 发现肝脏肿瘤 所以我这次到这边来就是 主要是一个了解 这个为什么会掌握肿瘤 然后就再了解一下 这个集体治疗的那种方案 是什么样的 要找一个根本适合你的方案 治疗方案 您哪不舒服 我是胃不舒服 然后就做各种检查 检查之后 擀出肝上一个肿瘤 肝上有肿瘤 胃当时怎么不舒服 难受 我就消化不好 吃东西就是不太消化不好 然后就做相关检查 刚才是操胃了 没操出问题了 就做臂操 就做出来 擀上一个肿瘤 我发现 大概有半个月 您有什么症状 这是哪里不舒服 症状目前就是还是觉得胃不舒服 其他的没有其他症状 所以胃不舒服就是上腹部 对对对 就消化不太好 但是吃不下东西 有恶心 恶兔的 看兔没有兔的 就恶心的这种反应 有多长时间呢 检查大概 现在快要20天了吧 应该有 快要20天了吧 20年的就是 一直上腹部不舒服 对对 最近有什么变化吧 这个上腹部不舒服的症状 没有 主要还是反应到胃上的 你以前得过肝炎吗 比如说乙型肝炎 这样的 10年前得过 得过 你自己知道是吗 当时是 因为肝炎住了院 最后查的时候 是乙肝 医生给我查的时候 当时说是乙肝 像平时还喝酒吗 就 偶尔有一点点 偶尔有一点 不是很多 经常加班熬夜吗 加班 可能稍微有一点吧 有一点 就除了做了B超以外 别的检查还做过吗 做了增加CT 做了CT 做了 这次来之前做了一个 核实 也做过 好 这位 需要看一下 他的相关的检查的报告吗 看一下CT吧 先看一下CT 把影像看一下以后 然后我们曾经同志 看看他的临床实验室指标 要近距离的看一下吗 看一下 这是刺客 好 请您到这边来 这是在肝右眼 我们可以看到有个肿块 这肿块 这是T1加权项 这个主要是看解剖结构 你看它的肝进脉 是非常清楚的 肝液来说总体还可以 那么这个病变可以看到 这个信号 它比相对正常的肝组织 的信号要白 对吗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信号 它性质是介于 在肝组织和老街之间 老街之间呢 可以看到它的边界 是比较清楚的 而且呢 是不均匀的 不均匀 它的信号 大家可以看 和老街比较起来呢 要低一些 比肝蚀要高 那么从这个图像上呢 我们就能够判断 这是一个偏恶性的种 不是一个良性的种 还有别的图像吗 再换一个 好 这是增强扫描的图像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肿块里面呢 有好多白色的管状的结构 看得见吗 确定是吗 对 这是供应这个肿块生长的血管 那说明什么呀 说明这个肿瘤呢 它是血供是比较丰富的 因此呢 它符合这个恶性肿瘤的表现 因此这就是我们老眼前通常说的肝癌 这就是一个表现比较典型的 肝脏的恶性的 不太好的一个种 但是呢 好的地方在于什么呢 就是血管的结构是非常清楚的 人静脉干净脉 它没有不好的流栓 换句话说 这个可以通过别的治疗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除此之外 我们还能看到肝门 腐磨后呢 没有异常增大的淋巴结 也就是说呢 尽管这个肿块比较大 大概从目测来看 有五公分左右 但是呢 没有出现明确的淋巴结 其他地方的转移的迹象 那还需要看其他的检查的报告吗 什么肝功 血液的结构 肝功 血液的检查的结构 您看这里哪个是不太好的一个 乙肝表面抗原 阴性的 对 然后这个 饼干 抗体 抗体的测定也是 阴性的 实际上它体内 血液里边没有检测出乙肝病毒和饼干的病毒 没有病毒 对 好 下一张 还想看看下一个 下一张这个里边我们看到 甲胎蛋白是很高 是5,646 正常应该是 小于20 对 小于20 对 那这是超出几百倍 对 还多 所以它这是一个强烈的提示 是一个肝细胞癌 下面一个红色的 肝脂肌身高 这个可能和癌也是有关的一个相关的指标 好在这肝功能都是指标 基本上都是正常的 基本上都是正常的 但红素 白蛋白 说明它肝脏功能处于良好的状态 这个跟业调术看的影像学商业 是一致的 一致的 好 进入到专家的会诊时间 我们把时间留给专家 看着非常年轻 35岁 然后呢 又明确的乙肝病史 十一年 尽管实验室指标 表面看运是阴性的 但是呢 从影像来看呢 能够看到有肝硬化的背景 确实已有了 尽管它是代肠气的肝硬化 已经有肝硬化了 再者呢 右叶子肿块呢 是一个血供比较丰富的 从目测来看 大概有五公分左右 没有指噪 边界清楚 没有淋巴结的转移 以及相邻脏气的转移 我也同意那个 刚才叶教授所分析的 这个诊断上符合一个典型的 原分性肝癌的表现 我觉得 手术 可能还是应该 终于手术 实不适合做 萧荣 它五公分 也能做 但是我觉得这个部位呢 好像外科手术切除呢 也还是 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因为通常呢 萧荣呢 我们经常是对肝硬化不太好的 没法耐受手术 肝硬化特别重的一些病人 他呢 第一比较年轻 第二呢 肝硬呢 我觉得带上能力还可以 所以我觉得 是不是首先手术还是更好一些 对 更积极一些 对更积极一些 好 手术那边有两种方法了 一个是肝切除 还有肝移植 因为它的肝脏功能 带上还是良好的 我们还是首先考虑干切除 我们既然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 就应该是更积极地配合资料 主要还是听专家的 因为我们毕竟还是不懂 因为听他们的 他们内行的 他们的东西更有信服力 更有说服力 不知道这些专家到底是 最后是给出一个什么样的 规者意见 心里没底 一直就是在等到 他的这个 治疗方案出来 对于年轻35岁的朱先生来说 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 会诊结果呢 我们有请解放军总医院 肝胆外科的董家宏教授 来告诉我们 董教授 朱先生您好 您这个病呢 经过我们讨论 现在诊断是很明确的 是一个肝细胞癌 在诱肝 是一个单躁的 一个巨块性的癌 这个大小大概在5公分左右 这个肝癌的形成 还是和你过去 或者乙肝是有关系的 尽管你现在学义里边 没有乙肝和饼肝的病毒 做复制的表现 但是呢 这个病毒是潜伏在肝脏里边的 肝细胞里边的 它可以引起癌变 好在你的肝脏功能还是很好的 就肝脏功能是带上状态 像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推荐你做肝切除 像你这样一个5公分 这样一个肿块 还是以肝切除的效果 最好 现在想请教一下董教授 以后要注意到什么方面的东西 手术 手术以后呢 手术恢复以后啊 你最重要的有两点 一个是定期复查 定期复查 最好是三到四个月做一次体验 做一次针对肝脏的检查 包括超生 比较时候CT啊 核磁的影像 还有这个肝功能 甲胎蛋白 病毒的标志物 都去检查 那么至少 也要半年做一次 还有一点就是抗病毒的治疗 抗病毒 抗病毒治疗 这个我只是提供建议 因为从这个 你这个肝癌的 发生的原因来 它是病毒 虽然你现在 血液里边没有查出病毒来 但是不代表体内没有病毒 我判断 这肝细胞里边 是潜伏着病毒的 所以这方面呢 我建议你这个 去看肝病的专科专家 让他给你进行这个 更深入的详细的分析 看需不需要进行抗病毒治疗 这样 咱们再听听 其他两位专家的会诊意见 肿瘤长到这么大了 实际上可能长了很多年了 只是你不知道 一直就是 做过血方面的检查 B超就没怎么做 对了 一定要做B超加CT 或者B超加磁工程 一定要做一到两种 影像检查 这样能够保证 肿瘤在很小的时候发现 这样的话 它治疗的效果 自然就会更好 刚查血液的指标是不够的 我们会给你一个套餐 每一次检查 一定要把这几项都查全 影像检查非常重要 B超 B超的时候CT核磁的影像 这是第一条 第二个就是甲胎蛋白一定要查 第三个就是病毒的标志物 乙肝标志物 第四个就是肝脏功能 这几个你是必须要查全的 这样才能够比较准确的 全面的反映你肝脏功能状况 有没有癌的发生 关于放化疗动力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手术能够做到 彻底的去除没有必要进行常规的放化疗治疗 因为目前肝细胞癌它对化疗是不敏感的 我们一般不推荐化疗 放疗对肝癌是有效的 但是如果手术已经正式切干净了 我们切原是阴性的 没有癌细胞了 那也没必要做放疗 万一如果手术切得不是很彻底 或者外科医生觉得没有绝对的把握 那么可以做辅助的放疗 就针对切原进行辅助的放疗 今天很幸运地碰到这几位专家 给出一个相对来说 更适合我的治疗方案 专家给出的就是手术 对于这个我相信专家 我积极配合他 把这个手术该做的做得好 今天我们世卫帮助他们得到了一个会诊的结果 非常感谢我们四位权威专家给出的意见 让我们大家都能够拥有健康 越来疾病 下周见 一个人血管的好坏 将会决定他寿命的长短 这么重要的一个器官 一个胀器 一个血管 你都不知道的话 对你的疾病预乏你根本不知道 清晨起床时 血压究竟低好还是高好 我们说吃几点钟吃 吃哪种这样一样 这是非常有讲的 让大家不要轻易地去试各种各样的方法 中日友好医院 心脏血管外科刘鹏教授 精彩机密 让你的血管更健康